大家好,欢迎来到智慧传媒频道 今天我们将为大家解读一本好书 《行为设计学》,让创意更有粘性 在这本书中作者七普希斯,Chip Heath与丹西斯,Dane Heath 带领我们深入探讨了为什么有些点子能够深入人心 而其他的却黯然失色 通过Success这个记忆法 他们揭示了让点子变得更具有吸引力和影响力的关键要素 不管你是在业务领域寻求更好的传播策略 还是希望在日常生活中更好的与他人沟通 这本书都将为你揭示如何创造那些令人难以忘怀的点子 让我们一起深入探索,掌握这些宝贵的洞察力 现在就开始吧 别忘了点赞,评论和订阅 让我们一起走进行为设计学让创意更有粘性的世界 每个点子都可以呈现得深入人心 优秀的创意并非总能获得成功 很多时候,即便是卓越的洞见 也可能毫无回报 最终被尘封在文件柜中 与此同时 像谣言和城市传说这样不太值得的点子 却能向野伙伴迅速传播开来 以美国关于万圣节糖果被掺甲的恐慌为例 数百万父母担心不明恶人会给他们的孩子 掺有毒药或剃须刀片的糖果 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个故事是毫无根据的城市传说 但为什么这样的故事会迅速传播呢? 为什么他们很难被扑灭呢? 答案很简单 他们共享两个关键特点 容易记住 而且人们渴望将它们传播出去 通过利用这两个原则 任何点子都可以被设计的引人注目且受欢迎 几年前 美国某些健康团体希望引起人们对仪式的关注 电影院爆米花当时使用椰子油制作 含有异常高量的饱和脂肪 使其极不健康 简单地告诉消费者 一袋爆米花含有37颗饱和脂肪的做法 效果不佳 这个数字过于干燥和学术 难以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因此 他们尝试了更吸引人的表达方式 一个中等大小的电影院爆米花 用的是一般小区电影院的 其含有的阻塞动脉的脂肪 比一顿培根鸡蛋早餐 一顿具无霸汉堡和午餐薯条 以及一顿配料齐全的牛排晚餐的总和还要多 这个生动的信息深入人心 传播看来 最终导致所有美国主要影院连锁店 将椰子油替换为更健康的替代品 一个有粘性的点子必须简单 尽可能详尽地解释一个点子是很诱人的 但是在粘性方面 过多的细节会适得其反 相反将点子简化为一个简单的陈述 任何更多的细节都会立即被遗忘 连同其背后的关键思想一起被遗忘 简单的陈述使得点子更容易理解和把握 这并不意味着一个点子 应该被不必要的弱化简化的艺术 在于用任何人都能理解的术语概括核心思想 而不改变其含义 虽然这可能出奇的棘手 但却能产生有粘性的点子 记者必须掌握这个技巧 才能提出引人注意的好标题 并用几个词传达整篇文章的意义 记者知道一个糟糕的标题 可能会阻止一篇优秀的文章获得应有的关注 商业界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新南航空的口号 低价航空公司像这样的引人注目的陈述会被人记住 复杂的价格比较细节会立即被遗忘 无法留下印象 一个有粘性的点子必须是出人意料的 大脑喜欢在可能的情况下自动运行以节省能量 这意味着它会允许信息只是呼啸而过 不被记住 它通过下意识的不注意熟悉或预期的事物来实现这一点 然而 当面对意外情况时 大脑会从自动驾驶模式中唤醒 进入手动控制模式 意外情况会引起我们的全部注意力 想象一下一个空中乘务员正在进行标准的飞行前安全演示 机上的常旅客对这个流程如数加珍 根本不予理会 但是如果它突然中断正常的简报 并宣称虽然有50种方法离开你的爱人 但离开这架飞机只有一种方法 它会吸引机上所有人的注意力 令人惊讶的是 人们很快就会忽视常规的事物 通过以意想不到或引人注目的方式呈现一个点子 它会获得应有的关注 好奇间隙有助于让一个点子产生粘性 传播一个点子的两个主要挑战 在于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并保持住它 利用好奇间隙可以帮助克服这两个障碍 人们允许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处于自动驾驶状态 因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相信 他们已经基本了解了为应付一天所需的几乎所有知识 抓住某人的注意力最有效的方式是展示有一些重要的事情 使他们不知道的至少还不知道 这立即唤醒了他们对自动驾驶的警觉 通过创造好奇间隙 人们理解中的空白 他们感到一种无法抵御的需要去填补 即使之前对这个主题不感兴趣 侦探小说就是这一点的完美例子 他们使用引人入胜的线索和误导 让读者猜测凶手是谁 好奇间隙技巧非常成功 以至于名人八卦杂志经常在封面上使用这种方法 它已被证明能提升销量 这是因为满足填补好奇间隙的冲动的唯一方法 是阅读整个故事的其余部分 好奇间隙只能由意外事件创造出来 令人惊讶的事实和数据非常适合 因此他们是为任何点子的成功推荐或演示开局的强大方式 例如 为什么我们的客户中有40%仅贡献了10%的总销售额 立即留在听众的脑海中 并让他们想要听更多关于主要点子的内容 有粘性的点子是具体且生动的 人们倾向于以抽象的方式表达自己 我们对一个主题了解的越多 解释就越倾向于使用抽象的术语 这主要是因为大多数人很难站在听众的角度 或者问自己 我说的话在对方听起来是什么感觉 以下是一个经典的实验来证明这种效应 一个实验对象被要求用手指在桌子上敲出给定歌曲的曲调 例如 铃儿响叮当 而另一个实验对象则倾听并试图猜出歌曲的名称 尽管听众只听到桌子上的敲击声 敲击者在他们的头脑中也能听到旋律 由于这个原因 敲击者估计 平均来说 听众能够在50%的时间里正确猜出歌曲 而真实的数字仅为2.5% 问题在于 人们往往忘记 并非每个人都像他们一样了解某个主题 无论是他们脑中的旋律还是一个点子的细节同样的 效应也是用于口头交流 抽象的术语传达信息的效果 就像在桌子上敲击传达旋律一样 只有通过使用具体一懂的术语 我们才能确保信息会被理解 同时给予例子或使用生动的比喻也常常有助于传达一个观点 具体的 视觉上生动的表达不仅更容易理解 而且更具有粘性 具体性意味着在谈论真实的人或事件时避免不必要的术语 零售工作人员不只是提供了出色的客户服务 他们给了一名顾客一件在其他店分支购买的衬衫的推款 狐狸不是为了适应自己的条件而改变了口味 他说服自己他够不着的葡萄太酸了 一个点字越具体描述的越好 他就越有可能留下印象并传播下去 一个有粘性的点字必须是可信的 一般来说一个点字只有在被人们相信的情况下才会传播 否则他们会立即被摒弃 可信度可以通过几种方式获得 一种经过验证的方法是让专家支持一个故事 专家不一定是穿着白大褂的医生 拿反吸烟运动来说 其中有一个女性她从10岁开始吸烟 现在快30岁了 她现在正在面临第二次肺移植 看起来像一个体弱的老妇人 她的外表本身就增加了她故事的可信度 人们信任真实 可信赖的人所讲述的故事 另一种提高故事可信度的方式 是使用现实的事实和数据来说明观点 但仅当他们描绘出具体的非抽象的画面时 握度依赖统计数据是一个常见且令人困惑的错误 一个有效使用统计数据的例子是反战运动 她声称世界上所有现有的核武库的爆炸能量 是摧毁广岛的原子弹的5000倍 这位观众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参照点 广岛的毁灭图像 并挑战他们想象5000倍于那个力量 由于这本质上是难以理解的 他强调了他们的关键思想 核扩散已经走得太远 作为额外的奖励 观众现在有一个现成的统计数据 可以用来将这个信息传递给其他人 将观众本身作为参照 尤其有助于赋予可信度 罗纳德里根的选举口号直接呼吁选民 问问自己 现在的生活比四年前好吗 人们往往比起相信专家 更相信自己的判断 因此如果观众可以亲自验证你的信息 他就特别可信 情感呼吁emotional peers 可以激发人们热情的反应 要让人们为饥饿的非洲儿童捐款 有两种可能的方法 一种是呈现实时和数据 有力地展示有多少百万儿童在挨饿 每天有多少儿童死亡 或者展示一个需要帮助的孩子的图片 捐款可以挽救他 第一种方法针对大脑的分析部分 如果统计数据是可信的 我们会考虑它们 但可能不会采取任何行动 第二种方法直接呼吁我们的情感 我们认为这和第一种方法一样可信 毕竟我们可以用自己的眼睛 看到一个明显在挨饿的人 但更重要的是 他激发了我们采取行动的冲动 这是因为情感是人类行为的主要驱动力 而不是理性和统计数据 因此 如果目标是让人们采取行动 信息需要直接呼吁情感 如果一个反吸烟运动 展示了因吸烟而毁掉生命和身体的人的图片 它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这类图片会触动观众的情感 而事实和数据几乎没有什么情感效果 在呈现一个点子时 专注于情感出发而不是干燥的事实 如果对观众有好处 呼吁行动 Appear to action 就会更加有效 情感呼吁有效是因为人们对其他人的兴趣大于事实和数据 但人们最感兴趣的是其中的一个人 他们自己在费心做某事之前 人们总是会问 对我有什么好处 因此 一个呼吁行动将会最成功 如果他能够展示对观众有好处 为了利用这一点 一个公司不应该只是列举出比如说他的新电视的特点 他应该向客户展示这些特点如何在个人上产生好处 顾客需要能够在脑海中看到自己坐在家里的沙发上 享受这些新特点带来的好处 这种思维模式在德克萨斯州的一次活动中得到了应用 旨在劝阻年轻人乱斗垃圾 他创造了短语别人德克萨斯 并由德克萨斯名人和当地体育队的运动员朗读出来 年轻的德克萨斯人可以认同 在这种情况下对我有什么好处 是年轻人通过自己的行为感觉与他们的榜样有联系 这个活动让他们想 像我这样的真正的德克萨斯人 不会在人行道上乱扔垃圾 当我们以故事的形式讲述时 点子粘性是最强的 故事就像大脑的飞行模拟器 它让我们进入行动中 并预测我们在同样情况下可能会如何反应 在试图传播一个点子时 人们经常犯一个关键性的错误 即为了空洞的口号而放弃了背后的故事 虽然口号可以帮助点子留下印象 但它们并不是鼓舞人们采取行动的最有效方法 这就是故事和例子最有效的地方 例如快餐连锁店腮百味 从Jerry的Fogle的真实故事中获得了巨大的利润 他是一个严重超重的男人 通过每天只吃两顿腮百味的简单饮食 成功减轻到健康体重 世界上没有任何口号能够与这样的故事相媲美 几乎所有好的故事都遵循几种重复出现的模式之一 典型的例子是挑战 其中一个大卫挑战了一个哥利亚 这类故事激励很多人效仿大卫的榜样采取行动 另一种常见的模式是援助 其中一个好三玛利亚人帮助一个需要帮助的完全陌生人 这种类型的故事特别擅长激励更好的社会行为 关于创意的故事 比如苹果掉在牛顿头上 激发了它的万有引力理论 鼓励人们从新的角度看待世界 或者跳出常规思维 我们可以这样总结这本书的核心信息是 每个点子都可以被呈现的具有粘性 成功的故事 网告活动和有粘性的点子 通常都具有可识别的特点 可以用Success这个记忆法来概括 粘性点子的公式是 Success S U C C E S S代表simple 简单 找到任何点子的核心 U代表Unexpected 出人意料 通过出人意料的方式吸引人们的注意 C代表Concrete 具体 确保一个点子能够被理解和记住 C代表Credible 可信 给予一个点子的可信度 E代表Emotional 情感 帮助人们看到一个点子的重要性 S代表Story 故事 通过叙述赋予人们使用一个点子的力量 在观看完 《行为设计学让创意更有粘性》 这本书的解读视频后 我想分享一些能够帮助你在现实生活中 应用书中智慧的建议 首先记住Success S这个记忆法 它代表了创造有粘性的点子的关键要素 简化你的点子 使其易于理解和记忆 通过出人意料的方式吸引人们的注意 使用具体的 可信的信息来支持你的点子 在传达时注入情感 让人们能够真正理解其重要性 通过讲述故事 激发人们采取行动 其次利用情感的力量 人们更容易受到情感的驱动 所以在传达信息时 务必触动观众的情感 最后尝试将这些原则 应用到你的日常生活中 不管是在工作中制定传播策略 还是在日常交流中 更好地表达自己 这些原则都能帮助你 更好的传达想法 引发行动 并取得成功 不要忘记 实践是最好的老师 所以勇敢地去尝试 将书中的智慧融入你的生活中 祝愿你在创造有影响力的点子 激发行动和实现成功的道路上 取得巨大的成就 好了 谢谢收看本期关于行为设计学 让创意更有粘性的听书视频 恭喜您又听完了一本书 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和关注 请订阅智慧传媒听书频道 点赞和分享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 激发你的思维 发现新的世界 点击通知按钮 第一时间一起体验 启迪思考与智慧的力量 开启美好未来 下期节目 我们将继续探索 如何在人生中取得美满成功 敬请期待 永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